3 2 1 1 这是去年2018年树林灯会热闹的场景 而今年2019树林新春嘉年华灯会 就即将在2月15号展开 树林镇南宫里头及庙城都放置了 来自社区学校各方所制作的花灯 迎接即将到来的灯会嘉年华活动 许董事长表示从2月15号起展开为期7天 到2月21号的活动 也邀请民众一起来欢度元宵佳节 我们的城市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 等于你们家后和中间 旁边这么久了这么多年 头上要今年10个年 可以说人山人海 一年一年外面的路上都变 都变 都变 都不相同 希望大家可以 勇力来跟我们参观 届时活动也将会有绕近祈福猜灯迷 及精彩的节目等晚会安排 欢度京都庆元宵 也欢迎小朋友大伴友 带道定来 中家新闻林凯军 卢秀娟 树林长报道